在這電影情節裡面 包括裡面講到這個網軍 網路聲量 掩蓋事實 跟台灣怎麼那麼像啊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個片段 我們取得Nexy的版權 我們來看一段 我們印了一千萬平均地向前代表 看一千萬平均地向前代表 看一千萬平均地向前代表 我們 resume這一集 the certainty of impact Please don't say 100% We interrupt this broadcast of Jackpot's fiancé for an emergency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eoples of the world I have just been handed scientific findings that confirm a worst case scenario an unprecedented comet 9 kilometers wide is now on a direct collision with our cherished home We're all gonna die Guys this comet is seriously stressing me out Comets coming People gotta dig in I already got bias to these shovels on EMAC Please wait for President Orlean In these words I'm not talking about how hot he is 1,000 bucks apart No body can't help you 這就是電影的片段 非常的搞笑 非常幽默 也非常諷刺 老師你看了 覺得怎麼樣 非常有感 其實這個片 看起來很好笑 它好像有那種 周星馳的電影的 無理頭風格 但其實它非常的寫實 為什麼叫 Don't look at 就是千萬別抬頭 它其實就是說 會心已經確定要來 眼睛都看得到 那我偏要抬頭 就真的看到真相了 看到了 可是呢 第一個 總統為了選舉 對 就說 這個只是科學家們 胡說八道的東西 只有百分之多少的機會 其實是百分之百 對 第一個 政治干預 科學 對不對 就跟美國的防疫啊 還有台灣的能源政策啊 都很像 高端疫苗 EUA強行通過很像 可是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很多老百姓 他覺得事實不能改變 或者是他很相信 這個政府 或者他很討厭 另外一個政黨 所以呢 他就覺得 我不要看就好了 所以不要抬頭 不要抬頭 我就看地上就好了 很多網路跟媒體就是 聽到了這麼 爆炸性的消息 他不想去發掘真相 他只想要搞笑 對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talking show 對 很好笑 所以這個裡面有一段 他們在這個talk show 裡面在討論 那結果呢 其實大家關注的是 你們幾個人講話好不好笑 有沒有去 能不能當成 當成民音 或者是說 真正關係的是 女明星的緋聞 就好像我們這個 公投期間 一個王力宏的事件出來 誰以公投啊 我覺得 當時中天去年 在被關台的時候 當天喔 本來是這個軍機掉下來 大家都在找尸骸 還找不到 已經第不知道第五還第六天 突然下午就宣佈說 中天要被關掉了 整個輿論的風向 就轉向了 誰還管你國軍 墜海不墜海啊 濕海有沒有找到 什麼飛機有沒有維修 有沒有好好的去維修 完全都不談了 那跟這個裡面 沒歷史退步言的 美國女總統 這太像了 這太像了 你看他後來之所以 又回來了這個議題啊 開始關心會心 是因為他快要輸了 他選舉快要輸了 如果他要表現我是英雄 我是英雄 我可以救地球 所以一切都是 即使地球要毀滅 我關心的還是選舉的勝負 是對 你會覺得心有七七煙啊